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澳门做背景的电影《登塔下的恋人》 今天就在澳门十六普索菲特酒店六楼进行开镜仪式 我当然要去支持他们 和报道第一手的资讯给大家 看到现场港澳传媒混集 就知道今次电影有看头了 《登塔下的恋人》 和其他在澳门取景拍摄的电影不同 故事围绕着澳门历史背景创作 故事透过几段不同年龄 和背景的爱情故事做主线 是一部浪漫的爱情喜剧 至于演员方面 除了大家都认识的香港著名演员 劉心游、邓丽欣、黄又南、劉浩龙 BabyJohn、陈慧敏等 更起用大批的澳门业余演员 导演梁德森更是土生土长的澳门人 电影的主题曲和配乐都会起用澳门原创音乐 今次电影制作真的很大力地 推动澳门文化产业发展 看见心游这么甜蜜 这么开心 这部电影中你应该是一个很开心的角色 也是的 我对某些东西有很热情 很热情的冲动 这部电影是第一次和导演Sam合作 里面的演员主要是师兄 师兄也是第一次合作 Stephy也是第一次合作 很奇怪的 因为我认识他很久 整个Salon会看到 这次整个故事就是说澳门人的故事 所以导演坚持一定要在澳门拍摄 我本身对澳门不熟 前几年不时都会来这部展彩 开幕 但是每次都是做完事就走 所以都很幸 有机会可以 好像今次一样 可以住在澳门一段时间 然后搜索一点 对啊 另外我都知道 你现在自组公司 有自己的经理人公司 开拓内地市场之外 其实会不会考虑一下 今次这部电影 也有很多澳门的新演员 会不会签下人呢 哇 你是第一个敢问我问题的 我没想过 因为今次纯粹离开工 当然也是可以认识到 其他不同的演员可以合作 我觉得都很开心的 但是目前为止 我觉得都是 我主要是焦点我自己 你说签印 我觉得我不排除这个可能性 但是 我觉得不是今年 是两样 师兄 我知你呢 拍戏都是很薄的 不过是那些飞禅走壁的那些薄 但是今次这部爱情片 应该就不用去到动作那么夸张了 有啊 反而今次是要排舞 因为今次有一段 好像Bollywood印度片 一段跳舞 其实呢 我也有唱歌啦 其实那么多年 我都没有排过舞 或者一只快歌 需要跳舞拍MV 所以今次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呢 其实将我所有的第一次交给导演 那我们那天拍那个印度舞 拍了一天的 好像当一个MV那样拍 还有啊 出到来原来我又 好像又跳到舞 原来呢 多人呢 你就好像可以这样的了 那也都多谢心友 一起可以配合得很好 那另外就是 都是第一次就是 其实我不知不觉 拍了接近三十部电影 但我从来都没有谈过情的 这部真的是第一部 但是这一部都是很温和的谈情 嗯 就是都没有说到我们究竟 有没有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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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没有的 没有的 哎呀 即是我们的拍是没有的 因为可能想给一些幻想空间大家 因为其实我们的故事都挺写实的 所以结局是怎样的 你们自己想的 那我身边有又南啦 Hello 那我八卦到你这个微博上面 就上载了你最近拍戏的时候 被人呢 狂刮十八啊 这次是这部电影 那会不会有人疼你 不用再被人打了吧 不用了 是的 那这部电影 是的 那还要开心的 即是今次有欣怡 她是一个很主动的 即剧在一部电影里面 她很主动 不是暗暖是明暖 她又明暖你 但是你又和Stephy 但是我和Stephy就是一条线 就是一条爱情线 那里面其实有很多 因为譬如师兄她的线 可能是比较稳定的 是 很实正的 但是我条线会比较搞笑一点 你就想齐人之风 嗯 不要这样 Hello 欣怡你好 是 可不可以透露一下 今次在电影里面 你的角色 会不会是很甜蜜 很开心那种 我想未必会是很甜蜜的 但是她会是用了所有方法去 去笑一个男孩 和去想一个男孩 是明暖一个男孩 我刚才听到新人 一听到新人 应该会不会替你紧张 今次的电影也很好 即是艺术师呢 她和你合作 那感觉如何呢 其实呢 今次主要是和师兄做一对手 其实我自己都很放鬆 因为师兄很友善的 所以我们两个就负责谈情 但是因为我们是演绎一段回忆 所以过去的人 他们拍拖的时候 其实那种感情是比较耐烈一点的 所以大家都会尽量把感情收起来 其实算是做回自己的 其实也算的 也算接近的 会不会有压力呢 因为你们知道 一弄到师兄 会不会说到Joey 会不会和他谈感情 会不会有压力 不会的 只是角色而已 而且师兄是很照顾 很友善 所以没什么压力 大家的相处是很融合的 那我身边有Vivian HelloVivian 大家好 大家都知道你是澳门人 这次我说 应该在澳门自己的地方拍戏 感受就会很深 是啊 很开心 而且一来我觉得这次电影 最后二是他拍了很多澳门很漂亮的地方 那同时看电影之外 我觉得宣传澳门这个地方 是一个很好的良性地 也是一件很好的事 其实他说到澳门 刚才已经一来就送澳门 一份很大的礼物表 就是我第一次电影 已经是要拍赛车了 就是那个方程式 在这里很出名的 在香港听得多 在电视里也听得多 引擎声 我真的从未试过 在澳门听过引擎声 是吓到我作为一个人 我自己都害怕了 就是我要和一些车演起 我要走过一些车 但是车在我旁边走的 就是这样 是真的 挺震撼的 我都没试过拍到 我自己的纯常腺素 怕到是很急 总之就是 整天都是这样 是吧 那些是完全被挡手 是啊 我们一直上课 一直听 然后迟些 然后迟些 有一场戏和慧敏 有一场比较激情的戏 又令到我上上线 看来游戏很高 那就期待吧 《灯塔下的暖人》 这部电影 预计就会在九月 在澳门首映 到时大家记得密切 留意这一套 这么澳门的制作 想收到16浦最新资讯 还可以透过不同的途径 快点加我们吧